他們放大了整件事 其實我是懂得錄杯麵的 送花去他家門口 對方很開心的 有忍不住的偷偷的甜笑 Hello AM730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Anson Lo 盧漢廷 流來夜裡對著你發揮 粉絲覺得很好聽 哈哈哈哈 其實大家的評論跟我都有點相似 可能大家追了我五年 是跟我的味道有點相似 都是說 最近是最喜歡的一首芒果 我自己也覺得 因為 可能我很少唱一些比較甜蜜的芒果 就是對上的三首芒果 都是說分了手 很不開心 或者單戀 想念一個人 但是心歸手的今次 Wyman填詞 他都是說很喜歡一個人 希望跟他過人世的 給一個承諾他 大家一齊 什麼都不會做 珍惜時光在家裡度過 跟Wyman都談過幾次 這個題目 Wyman都想了解一下 究竟我的人是一個什麼人 所以 他都猜中了我的愛情觀 就是 如果 我幻想自己 如果這一刻我拍拖的話 我都應該是 收了工之後 我都會馬上飛回家 盡量有 不工作的時間 我都是會留給另一半 心歸是再個人一點 就是因為 因為他是為Anson Lo的出發點去寫的 就是他猜我 究竟我拍拖的狀態會是怎樣 但是 為什麼 媽媽說如果 如果是在我跟他吃完飯之後 才寫會更加 又會有不同呢 因為他發覺原來我 不僅有 溫柔 我caring 的一面 就是他其實 發覺我 對著 信任的人 都會有幼稚 就是很小孩子的一面 就是 可能如果將這個 小孩子的一面 可以寫到在歌上 可能就會更加之不同 更加之立體 因為我本身 我個人 都是一個比較慢熱的人 就是 譬如我對著陌生人 或者 如果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 有很多 完全不認識的人 我通常 我很少主動去 打交道 就是很少主動去 開展話題 我不是一個氣氛製造者 就是我不會 我不是一進去 就一定是這個角色 就是我一定是 正正觀察 投契的東西 就會先聊聊天 就是 都是比較 來向一點 比較上 譬如很多 很多人聽完這首歌 我覺得頭三句很霸道 請給我獨自 不讓對方有自由 我覺得 我去揣摩這件事 我覺得 不是 真的 那麼 那麼極限的 其實我覺得 頭三句 純粹是 譬如Anson Lo 或者 他 多一些不安靜 對方 所以 很多時候 在心裏面 就會想 如果你不出那麼多街 就好了 如果你可以陪我多一點 就好了 所以 那種的佔有欲 是一個小劇場的 佔有欲 而不是 真的 你不准出街 你不准上班 不是那種 不行 純粹是那種 你真的很想 那個人陪在你身邊 你才會 感覺到安全 是這樣的感覺 這首歌 我沒有遲底下 我就不聽 我都覺得是一首很浪漫的歌 是一個 而浪漫 讓我第一次想起 就是Paris 所以我就覺得 不如 這首歌 在Paris拍 應該是會挺親 會令我想一下 如果我不是做過這行 可能我的生活是怎樣 有令我幻想這件事 因為 畢竟在香港 真的很少會 在街上 這樣遊蕩 這樣走 不剃鬍 但是又不戴口罩 這樣周圍走 一定不是在香港的習慣 在香港如果我沒有剃鬍 我不會不戴口罩 在街上走 也誤會 但是 在外國 都沒什麼所謂 好像沒有 大家也不認識你 還有 外國 即 我 直到那三個星期 那些老人都不太在意 那些人 都是走過 大家做自己做的事 好像很輕鬆的感覺 所以就 好像很自由 所以這些都是在香港 很少做的事 現在這個時刻 我就不會好像 我不會去到心歸這首歌 那麼極端 就是放棄現在所有在做的事業 我會 拿一個平衡 我不知道 五年後 可能我真的會放棄 我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 但是 現在這一刻 我不會 兩樣並存 但是 在家裡見 不用這麼誇張 不用這麼誇張 不用像我這麼喜歡 私家 但是也不要太抗拒 不私家 就是 不要 喜歡出去 到處玩 玩到凌晨兩三四點 那些 就是 煮食的部門 如果厲害的話 是加分 最好就懂得煮食 但是不懂得煮食 就OK 我就叫我 我就賣給他 很容易解決 我想 一段關係裡面 我想照顧人 除了日常生活之外 我想是情感上的照顧 我想情感上的照顧 我是做照顧人的 我通常都喜歡 做一些東西 去 令到對方開心 我 我喜歡 先關注對方的感受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 以對方的出發點行 先送花去他家門口 因為不在一起住 都是一些很老套的事 很平常 你親自送他門口 親自 親自 對方 對方 很開心的 有忍不住的 偷偷的甜笑 被你發現了 他藏不住 空不住 我這個兄弟 最主要不是說我 不懂得住東西吃 他說我不懂 基本生活的知識 但其實 我是現在自己出來住的 如果我沒有自己 日常生活知識 我怎樣自己住呢 我自己吃完東西 我都要 收拾一下 收拾桌子 抹桌子 我廁所也要自己 有時要自己洗一下 這些是 基本的事 我自己都會做的 只不過 他們見不到我這一面而已 其實 綠杯麵和 整潔是兩件事 綠杯麵 我本身自己都不喜歡綠杯麵 他們就放大了整件事 是的 其實我是懂得綠杯麵的 OK 就只有一個客人 不想綠杯麵而已 是的 只是一次而已 叫外賣 叫外賣 通常要不就是 我媽媽主定留飯給我吃 要不就是叫外賣 但是 最近工作的時間 都比較不穩定 所以就變相我 近來都很少 很少吃家裡飯 叫外賣 就一定自己控制到時間 就做健身 或者學唱歌 或者做臉書 或者開會 開會都是一個 還有是合適 就是這五件事 就會佔用了假期的 但是其實 都不是真的很多時間 你做個健身一個小時 做臉書一個小時 開會三個小時 就是一天這麼多時間 你還有晚上的餐 就可以跟家人吃飯 所以都算是休息 總之不用化妝繩頭 對我來說都是休息 一開始我養成這個習慣 就是回到家 我覺得浸完浴 好睡很多 但是現在因為 都浸了兩年了 這兩年 這個習慣就變了 好像是一個儀式 就是儀式 總之回到家 這件事是一定要做的事 做完才覺得 這晚完滿了 me time 其中一個步 所以就一定要做 出旅行 是的 我對上三個星期 是完全沒有浸過浴 所以 其實怪怪的 會覺得每一晚都 是欠缺一些東西 但是 沒得選擇 有時 就是沒有浴缸 有時可能有浴缸 大概是浴缸 譬如英國那一站 是有浴缸的 是的 但是 浴缸是 就是很淺 就是你個人浸了下去之後 就是大腿都 大腿都不過 你就算是沒有浸了 好像不是 應該是一個火小朋友吧 我不知道 所以就 沒得浸了 是的 我對氣味依然都是很敏感的 譬如我們一起坐飛機 有人突然噴了香水 我就知道誰噴了香水 因為我都很認得大家噴香水的 不是認得12個 但是 因為不是12個都經常噴香水 但是 有噴香水的人 我都認得的 陳卓妍 呂俊安 阿渣 Jeremy Stanley Stanley噴 Stanley噴的時候 它是偏向古龍水 偏向 有古龍水的成分 但是不是整支古龍水 是否能夠 能夠上到這兩大電視的訪問 是否能夠上到這兩大電視的訪問 能夠上到這兩大電視的訪問 一定是一個MIRROR的 一個 是一個里程碑 因為 無論他們的規模 還是他們接觸到的觀眾層面 甚至 我想我們五年前都沒有想過 我們是可以上到這一個 這個平台 所以 我想大家都很緊張 大家興奮 但是那個興奮 都表露不了太多出來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件事真是很厲害 所以 那一刻緊張多一點 當刻主持問完之後 我們都是直接回答 很多時候我們都是眼神交流 誰回答誰回答 大家看誰多眼神 去那邊那個人 那個人回答 或者是我們一個默契 而且因為英文始終不是我們的母語 所以都 很慶幸 都自己都勉強完成到的答案 而且 最主要都是對方聽得明白 對方聽得明白很重要 我想是 我可能從小到大聽英文歌多 所以就 會 對 我想是靠聽歌 來學一些 比較 地道一點點的 英文文法 類似是這樣 但是 都沒有辦法可以做到100% 沒有義母的錯誤 這個一定是 避免不了的 但是都是 每一次 盡力回答 如果那一刻真的要我回答 盡力回答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